第四季的吐槽大会 第四季的吐槽大会 不是派人员太惨 还是以前办的事情太损 槽点实在是太多了 吐槽大会败了四季了 大家吐槽起他来 还是这么有力 周小刚以前主持过一个求职节目 在节目中冒选手 还说一上台就不喜欢他 后来主持人就换成了土美 这个槽点在第一季的时候 基本贯穿了整个节目 大家都会吐槽张上刚这件事 过去四年了 这个事情也办了 这集最大的看点 无非是作为世界小姐的张子林 身高180厘米 直接就秒杀身边 大部分的嘉宾了 上台的几句话就是 张老师你把眼睛 从我腿上拿开好吗 吐槽大会的编剧 也真是够狠的 这么一句话 按到一个博士生导师身上 这要是在学校里 估计直接被处分了 当然 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了节目效果 大家也不会当真 回想一下以前几季 张绍刚被吐槽的最好笑的点 一开始张绍刚滚出去 这个点大家吐槽了一年 后来张绍刚断腿 健身房里会叫大胖娘吗 第四季也许没有啥心理点了 张绍刚开始在穿着上 特力独行了 咱们在穿着上